来说我不想说你 因为你没有负责任 妈也缺失了当妈的义务 自从办了工作室之后 那这孩子要你们干嘛呀 你们俩想清楚 就是这孩子怎么样是最好的 如果你们通过今天 愿意以这个孩子为契机 我们开始成长 好啊 你们加油 你们重新来过呀 想清楚 你就想一点就行 你女儿以后嫁了一个 像你这样的男人 姑爷 你心疼吗 那不会的 为什么是不会的呢 就像你一样的一个姑爷吗 你让他嫁吗 为什么不让啊 我觉得我 为什么不让啊 我觉得我做的不对 改嘛 把孩子接回来嘛 想创业让他去创嘛 该做什么做什么嘛 接下来进入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的黄金六十秒 我觉得导师们说的没错 我们首先应该正视的是我们的爱情 我们的感情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把这个问题给说通了 其次我们才能经营好家庭 才能管好孩子 可能我以前给你的空间是不够 给你的自由不够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问题还没有到离婚的那一步 所以我希望你能给我们这个小家庭一次机会 也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回去好好商量 好不好 其实我现在心里也很乱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来面对你 时间到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慎重考虑 请回 看着其实还挺揪心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需要好好冷静一下 刚刚老师们说了很多 我觉得很对 我自己包括他 我们都应该找找自己身上的原因 把这个事情好好解决 还是都好好冷静想一想吧 心里挺难受吧 你在理性上面知道要怎样 但是你真的面对那个情感的时候 真就是过不去 就是难受